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赛车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KZ对阵请求的计时赛比赛现场 根据规则计时赛的比赛赛道将从此前选定的赛道池中抽取一张 本周的赛道池中包含西部矿山一路向前花落下海超弦基地次张赛道 下面有请裁判为我们带来抽签地图 本场KZ对战请求的计时赛环节抽到的地图是超弦基地 本场计时赛的获胜者将获得2v2个人竞速及1v1个人竞速首途的选择权 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 我的天哪 二连超弦基地 后边的选手你就练吧 就超弦基地这张图 这个缸子里边全超弦基地 看个小玩笑啊 就像上周没有出之物语一样 这周都是超弦基地是吗 没有啊 这真的是运气 而且大家在超弦的时候其实也都会做一件事情 就真的是不看那个缸 就怕观众朋友们觉得我们要操纵比赛 我们真的是已经把避嫌这件事情做到极致了 但是有的时候的命啊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 抽不到图啊 抽不到其他的 那张图就往我们手里吸 下局我一定要抽一个不一样的图 如果咱俩还是超弦基地的话 真的这个吸不清了 说到超弦基地啊 这个如果来到这个计时挑战赛的话 宇阳和阿毛 在这张图的一个选举度上面啊 我觉得KZ可能占据一定的优势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比较擅长于选择这样的一个抓地图 或者说是对于KZ来说 就是跑这样的赛道 像花落下海 超弦基地这样的赛道会偏多一些吧 对 KZ的图确实偏向于简单 对于男图来讲的话呢 确实也有几张是属于他们的设备范畴 提得最多的霍米特 然后五六星赛道的话 其实他们也打 但是对于情友来说 其实他们也打简单图 他们这个赛季打的一直都是简单图 他们打男图很容易被对面拉开分数啊 所以这个二维组合在整个赛季里边 其实已经丢了非常多的分数了 是的 所以说他们选图现在是需要固定化 在超弦基地 就得看宇阳 这个不上后续比赛的选手 他自己练得怎么样 之前的比赛里边就能发现一个问题 宇阳他这张图如果跑得好 跑得顺的话 他能跑挺快的 一旦不顺 那场景你看都不敢看 主要就是 对于情久有一个优势啊 三名竞速选手 对于宇阳来说 他就只需要练这四张图 不幸中的万幸吧 来看一下起步 一甩过来 看起来宇阳要 感觉又快一点点 断空下来快出 两个人吸得差不多 路线上的话 宇阳要更靠里一些 延续过来 阿毛已经把细节拉起来了 再出来 宇阳好像有点磕碰 这样的话 交出ECU之后 能够明显看得出来 阿毛要更快 是 再出过来延续 而现在宇阳的话 看一下这个路线 往左转 没什么问题 阿毛已经快比较多了 3000成绩 41.92 42.50 0.60 0.70 还在过大 宇阳来到第二圈之后 有失误 简单控下车 这里再飘 这里阿毛也没有出现失误 还是比较稳 宇阳延续一下 在空中转向 9段延续落地下来之后 传给WCWW 1分22秒79 宇阳这局更了一个1分24 还不错 但是不够 对于宇阳来说 还需要再加把劲 但阿毛的成绩 其实还比较快 阿毛没有给大事物出来 阿毛很明显 在出弯上面 不会有太多的拖沓 也是一名老将 在整体的能力上 其实 已经算是很强 很不错的 对 很稳定吧 在近期的比赛当中 他和阿诺两个人 都是处于一个 你冲一局 我冲一局的状态 很稳定 两个人的配合也很好 看一下第二次 宇阳能够把自己的成绩 提升一些吧 风仔的这一个 这样双声的记录 也很怪 你说实话有点离谱 第二天的细节确实很好 我记得每一次都能把他跑出来 但是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 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次 计时停车赛 宇阳和阿茂 起步出了之后 快出的这一下 其实你都会感觉 阿茂又要更快 而且更利索 这一段空下来 宇阳的路线又不好 起步就已经落后了 那这样的话 阿茂就看自身的稳定性 很好 手上来 上空在沿 羽阳落地远歪 第1圈落后了1.4秒 而且这只是30码不到的时间 感觉 选途拳在向着KZ招手了 而且就以这个起步的话 想要去赶超阿茂第一圈的 第一次的成绩 也很难了 是的 就目前对于阿猫来说单圈已经领先了这个42秒492.4秒的差距对就没有太多的选途机会了 往下转 跳过来 没问题 领下2.6 过来之后DCO延续 看一下这一圈能够有多快的成绩吧 再做延续 23秒21 今天的KZ会不会选出难度系数偏高的图还是说在王图上面再次选出花落下海 这是他们的一个一贯作风啊 手图就直接选一张空港 速关场这种 有可能 就是在前期可能他们想要建立优势吧 对 或者手图不选王图选也是一样的 手图选一个正常点图 然后王图选一个难一点的 这样的话即使打到做solo的话 其实手图也有保障 能拿到这一分 对 仔细想想 好像宇阳也是 目前联赛当中唯一一个打完基地小人赛就要 回 替骨骑做的选手 是 但今天 在RGM的时候发明单上 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 今天官人来到了基地小人赛 而云海和蜜心两位有可能要打后边的solo 还不一定谁能上 其实 这就是 团队当中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